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安部关停封禁过万网络账号 北京酷热刚走 多地洪涝幼稚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党刊披露 习近平忧往党寝食难安 综合媒体报道 中共党刊求是于建党102周年前夕发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去年3月向党校培训干部讲话全文 习近平透露十分担忧中共恐怕步入苏共垮台后尘 在此之前 习近平曾说 中国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 7月1号是中共建党102周年 6月30号 求是刊登 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 刊当时代重任的动良制裁文章 并著名这是去年3月1号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开课发表谈话全文 习近平当时说 年轻干部接好班最重要的是要像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说的 接好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 也就是接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 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班 他指出 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 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面棋了 就会发生东欧巨变 苏共垮台 苏联解体那种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 习近平更痛批党内的贪腐败坏表示 有的党员讲求攀比 看到一些老板灰金如土 花天酒地 就心态失衡 有的贪图享乐 感叹人生苦短 不如及时行乐 他说有的投桃报礼 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屡职用泉中来 以为替人办事拿人钱才是理所当然的 有的自我膨胀 一朝身居要直就飘飘然 在阿谀奉承中得意忘形 在温水煮青蛙中放松警惕 习近平表示 更有人心存侥幸 认为被抓的都是倒霉蛋 习近平并借由原始记载理学家许恒 自诩 离虽无浊 我心有浊 指责违法乱纪的干部 就是缺乏这种修为和定力 以致从心里破防走向堕落 求是发表习近平这篇担忧 亡党与斥责党内腐败的谈话前 今年5月30号出席 第二十届中央国安会的第一次会议时 更指出 当前中国面临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 兼具程度明显加大 他几乎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并说当前中国面临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 兼具程度明显加大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普利格金最新录音曝光 披露重要信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瓦格纳首脑普利格金7月3号 在一则新公布的录音中 呼吁俄罗斯公众支持他的瓦格纳集团 报道指该集团仍位在乌克兰的战争招募部队 这显然违背了克里姆林宫的协议 自日前领导位随兵变以来 普利格金第二次在社交媒体平台 Telegram上头发言 普利格金在周一下午公布题为 针对最近几天民众的抗议活动 发表声明的录音中说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们的支持 同时他感谢俄罗斯境内的支持者 普利格金补充说 我想让你们明白 我们的正义游行 旨在打击叛徒和动员我们的社会 而且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普利格金对支持者们说 在不久的将来 我相信你们会在前面看到我们的下一场胜利 谢谢你们 据金融时报报道 查看电报平台上的广告 瓦格纳周一仍在积极招募新兵 以便在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进行训练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透露了一项协议的细节 根据该协议 瓦格纳战士应该在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约合同 回家或跟随普利格金流亡到白俄罗斯之间做出选择 然而普利格金并没有直接批评克里姆林公 周一通过该组织的热线联系到的一名瓦格纳招聘人员说 有各种职位空缺 包括在特别军事行动驱作战的著名风暴部队 指的是乌克兰的战争 瓦格纳招聘人员说 新战士在部署之前 将在俄罗斯南部的莫尔基诺村进行为其三周的培训 这位瓦格纳官员说 那些想加入该组织的人被告知要删除所有社交媒体账户 因为招募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当被问及下一步是什么时 这名招募人员表示 在未随兵变发生后没有发生混乱 你为什么相信这些新闻 如果情况不对 我们现在就不会进行这样的对话 他补充说 新战士会与瓦格纳签订合同 而不是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 我们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你看到普里格金的声明了吗 我们不会与他们签署任何合同 此外 普里格金继续对自己的行踪保持沉默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上周说 在他促成的协议后 普里格金已经飞往白俄罗斯 但航班追踪网站FlyTrader24的数据显示 此后普里格金的飞机多次从白俄罗斯 飞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然后又飞回来 这让人怀疑他是否遵守了协议条款 罗卡申科在上周二向他的将军们发表的讲话中说 白俄罗斯已经指定了一个废弃的基地 用于安置瓦格纳的部队 周一晚间 一个被认为与瓦格纳关系密切的电报频道 发布了几张瓦格纳 在奥西伯维奇的基地设施建设的照片 该镇位于明斯克东南部约100公里处 照片显示了几排带有木质床铺的军用帐篷 然而迄今没有出现任何证据 或报告表明瓦格纳战士大规模前往白俄罗斯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是普里格金的竞争对手 他之前没有谈到瓦格纳兵变 周一也再一次现身 邵伊古在与俄军将领的会议上说 政变计划失败了 因为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成员 仍然忠于他们的誓言和军事职责 普里格金的另一个主要对手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在兵变企图发生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曾出任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的俄罗斯天空军司令 苏洛维金也没有露面 众所周知 他与普里格金的关系很好 据信苏洛维金被拘留了 因为克雷姆林宫正在打击瓦格纳的同情者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耶伦六号访华五大难题待结 中国财政部发布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于六号到九号访问中国 纽约时报报道 美中关系依旧紧张 此行重点放在改善两大经济体的沟通 但从贸易管制到人权及国安 美中有五大关键难题待结 纽约时报今天报道 上次美国财政部长访华时 华盛顿和北京正陷入贸易战 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政府 正准备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四年后耶伦准备抵达北京 尽管现任总统拜登政府的语气不再那么敌对 但美国和中国之间许多问题仍然存在 甚至有所加剧 报道指出 美国财政部官员淡化了 对这次访问取得重大突破的预期 认为耶伦与中国高级官员的会面 旨在改善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沟通 但美中情势依然高度紧张 耶伦与对等官员之间的对话 可能会很困难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五大关键难题 第一个是技术和贸易管制 2022年拜登政府严格限制 可被运往中国的先进半导体 和芯片制造机械的种类后 另考虑进一步控制先进芯片 以及美国对中国尖端技术的投资 此外 美国政府实施去风险或有案外包政策 即吸引电动汽车电池 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等 关键产品的供应链离开中国 中国官员对此仍感到不快 认为这些限制阻碍了中国开发人工智能 和其他先进技术的努力 第二是营商环境恶化 企业越来越担心引起政府的负面关注 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 五月未能通过中国的安全审查 可能导致无法向中国企业出售产品 另外企业忧虑中国最新生效的严格反间谍法 对于禁止的内容含糊其词 外商正在重新评估其活动和收集的市场讯息 第三是汇率 纽约时报认为人民币近期的疲软 可能是耶伦面临的最棘手问题 过去12个月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超过7% 汇率下跌会让中国的出口在美国更具竞争力 中国在三年前与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里 承诺不会透过压低人民币汇率制造贸易优势 但如果中国任由人民币贬值 拜登政府的应对选择恐怕有限 第四是全球债务 中国透过贷款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贷款 是全球最大债权国之一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直在向中国施压 要求允许部分国家重组债务 减少欠款金额 但两年多以来 中国坚持要求将其他债权国和多边贷款机构 承担金融损失作为债务重组的一部分 这导致贷款减免进程陷入僵局 可能令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口陷入更深的贫困 第五人权和国家安全问题 今年中国侦察气球飞越美国的事件 令美国公众深感不安 拜登最近又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独裁者 激怒了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政部高级官员 在耶伦出访前表示 在中国会晤期间 美方无意回避人权立场 关切议题包括镇压香港民主运动 以及拘禁新疆地区主要为穆斯林的少数民族 中方则抗议美国以国家安全威胁和侵犯人权为由 对中国企业机构及个人实施各种制裁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也是被制裁的对象之一 中国政府以这些制裁为由 拒绝与美方进行高层级的军事对话 美国制裁又来了 限制中企使用云端服务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 拜登政府正在准备限制中国企业取得美国的云端服务 以保护先进技术 若新规定被采纳 华府将要求亚马逊和微软等美国云端服务供应商 在向中国客户提供使用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云端服务前 必须获得美国政府许可 报道指这一项针对云端服务的新规 实际是填补拜登政府芯片设备出口限制政策的漏洞 美国国家安全分析人士此前警告 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或可透过美国云服务 绕过现行出口管制规定 不需要向美国公司直接购买尖端芯片 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预计会在未来几周内公布相关措施 作为扩大去年10月半导体出口管制政策的一部分 美国商务部亚马逊和微软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前统战部长延明富逝世 曾因六四与学生对话被撤职 据财新网吉南华早报等多方消息 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书记处书记 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的闫明富 于当地时间2023年7月3号10点19分 于北京逝世 享年92岁 财新网从其家属出获悉 拟于近日择其公刑检疑 以致纪念 据公开资料显示 闫明富是辽宁海城人 1931年11月出生于北平 其父闫宝行曾是中共秘密党员 战略情报家共产国际间谍 巨细生逢乱世 闫明富自小便随父母不断迁起 抗战时期在重庆巴蜀小学 南开中学读书 1947年在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 他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科长 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 多次在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时 担任口译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是1959年 他担任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的翻译 后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毛泽东著作翻译时定稿员 1986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1987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1年5月到1997年7月任民政部副部长 1997年8月至2002年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他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 严明复最为外界熟知的事件之一 是他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的角色 公开资料显示 1989年5月针对部分新闻工作者递交的请愿书 时任中共统战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严明复和胡启力 与记者进行对话 并于13号与北京15家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同日示威学生开始绝食抗议 并且表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得知消息之后 严明复约请知识分子进行斡旋 严家祺 戴晴 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 5月14号严明复约请王丹 吴尔开西等学运代表 在统战部礼堂进行对话 但学生提出对话级别不够 需要全程直播 经过妥协之后 决定改为进行现场录像 并且在电视台播出 但两天对话并未取得进展 直到5月16号 严明复在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同意之后 来到广场 试图说服学生 还表示愿意一起静坐和做他们的人质 但是并没有起到扭转局势的作用 反而成为后来其被撤职的重要依据 同年6月 在中共第13届四中全会上 严明复与胡启力 瑞幸文一起被免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1990年 他更被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以及全国政协党组副书记等职务 1991年复出 任民政部副部长 1997年7月退休 1997年8月至2002年 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2015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严明复回忆录 中国公安部关停封禁过万网络账号 据联合早报报道 网络谣言打击政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中国公安机关共侦办网络谣言案件1600余起 清理网络谣言信息42万余条 关停或禁言造谣传谣网络账号1万余个 中国公安部周二7月4号在官方网站公布上述数据 公安部称近年来一些自媒体从业人员 假借社会热点事件编造传播网络谣言 有的甚至公然在网上自编自导自演 无中生有炮制虚假案事件 以此吸粉引流非法牟利 一些网站企业落实网络安全主体责任不到位 放任网络谣言在其所属平台大量传播扩散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一些网络水军团伙频繁插手 恶意炒作相关案事件 通过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造热点蹭热度带节奏 以达到引流牟利敲诈勒索等目的 公安部称相关违法行为 扰乱网络空间秩序 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不仅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 寻衅滋事罪 敲诈勒索等犯罪 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称 公安部网安部门将坚决遏制网络谣言 高发频发态势 切实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同时请广大网民牢记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自觉规范个人网上言行 做到不信谣 不传谣 不造谣 共同携手 维护网络空间秩序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北京库热缸走多地洪涝幼稚 据法广报道 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周一报告 北京天气报告气温连续9.8天 超过35摄氏度 上一次出现这样的记录是在1961年 当时比大多数北京居民 现在拥有空调甚至风扇的时间 还要早几十年 降雨量不足 可能是造成高温的原因之一 通常已经干燥的首都 今年的降雨量 甚至比往年还要少 当局称 虽然此后气温有所缓和 周一中午的气温为33摄氏度 但预计本周 北京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气温 将再次升至39.6摄氏度 与此同时 湖南省应急管理局周日 因发生洪涝灾害 紧急转移1万多人至安全地带 当地报告 大约70栋房屋倒塌 2283栋房屋受损 农田被淹没 迄今为止 损失估计至少为5.75亿元人民币 而在陕西省北部的镇八县 当局报告称 5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冲毁了道路 毁坏了房屋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洪水造成人员死亡的报道 尽管中国夏季经常发生洪水 但今年的高温却不同寻常 预计未来几天 约占中国半壁河山的面积的11个省份 将出现大雨 其中主要是潮湿的南方地区 2021年中部省份河南省报告 因洪水死亡人数超过300人 当年7月20号 创纪录的降雨淹没了省惠郑州 街道变成湍急的河流 至少部分地铁线路被淹 据美联社今天说 中国近年最严重的洪水发生在1998年 当时有4150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遇难都发生在长江沿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